星期一開始 蔥抓餅要加蛋 你可能得慢慢的蛋 蔥抓餅抓得住你的胃 可抓不住蛋商漲價的心 就從25號起 蛋價調漲2塊錢 批發價從53塊漲到55塊 產地價呢 緊接著28號漲 從43塊半漲到45塊半 這也是本月3號 蛋價調漲3塊錢後 第二次調漲 趕在漲價前 星期天的超市價上 雞蛋區早早已經四大皆空 越有殷勤圓缺 現在連雞蛋又是 那怎麼又走回頭路開始漲啊 偏偏國產蛋扛不住大家的嘴 目前國內呢 每天約有三千三百七十萬隻 蛋雞生蛋 雞蛋每天的生產量約十一萬五千五百箱 距離國人每天需求量十二萬箱 一箱兩百克來算呢 約有九十萬克的供應缺口 但是呢母雞的肚子哪來得及這麼爭氣 緩不激急 加上入秋後可能碰上禽流感疫情來襲 在明年四月總機漲大下蛋前 蛋商工會推估可能至少要再漲十塊錢 中秋用蛋旺季過後 蛋價只會稍微的喘口氣 月到中秋分外明 蛋過中秋呢 架上存糧可能又是零 華視新聞畫面會 謝君仲 台報道